以为逃脱了妖魅的掌控 就能从我们手下侥幸取胜了 不自量力 好强的战术意识 可恶 再来 你们中计 史莱克似乎略丹优势 但红屋内战术未明 或是唐三宣少 能从头抵挡住妖魅的战术 以唐三持续为止 圆域 这一定是他 发毒的最后一击 胜败 已在此一搏 唐三 绿域 圆域 圆域 圣域 已在此一搏 一样 小怪物 哥 哥 第二根 第三根 死兽 小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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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根 绝不能 死在这里 我不能输 好天垂 妖魅解除了 要么是邪悦和狐烈娜 主动解除了五魂融合剂 要么 就是二人力竭 再也无法维持妖魅 究竟是哪一种情况 宁宗主怎么看 邪悦与狐烈娜的五魂融合剂 的确很强 但唐三天资聪颖 是否能出其至圣 尚未可知 哥 小酸 第一魂技 超级恢复大将长 三伤 三伤的背 背上是 那是八珠魂骨 被砍掉的印记 刚才小三的残叫声 就是因为八珠魂骨 被生生砍断 八珠魂骨 就像长在人身体里的骨头一样 骨头被生生砍断 那得多疼啊 小三 撑住 九宝有名 三月魂 第三魂技 辅助之光 五魂融合剂解除了 目前唐三选手重伤脑硬 而邪悦与狐烈娜虽然脸色苍白 但仍然站在场上 看来五魂念学院战队胜利在望 坦白说 在天赋上 我不输你 坦白说 能让五魂念黄金一代敌人 说出这样的话 是我的荣幸 站起来了 小三 小三 难道你还有什么办法 能够扭转眼前的局面吗 你真正的实力 我已经见识过了 那是 是八珠魂骨碎片 可我真正的实力是什么 你知道吗 这就是你所谓的自创魂技 唐三如今 他排名第十 可以使暗器按照独特的轨迹飞行 其出手之难侧 角度之刁钻 绝非常人能必 而服役流回同时发射暗器的数量 最多是三十六枚 以往目前魂力的控制极限 也就是八珠魂骨全部的残片数量 正是十六枚 没有人能够够服役轮违 你终究还是输了 这个唐三实在太阴险了 居然用我和邪约挡开的碎片 相互攻向对方 他对角度和精度的计算 以及对我和娜娜的攻击方向和魂力消耗的预判 已经到了十分可怕的程度 可是我不甘心 我不 局势骤变 唐三飞射出的八珠魂骨碎变 竟然击倒了六位魂师 只有燕一人与一气超强的防御力挡下了攻击 而唐三也晕了过去 燕一一级六 他还能坚持多久 陛下次击中那么多人 那到底是什么 魂迹吗 对内的辅助心魂是直接晕了过去 虽然早知道八珠魂骨很厉害 但没有想到竟然能厉害到这个程度 这个唐三 哥 他没事 只是魂力耗进来 第一魂剑 超级恢复大墙场 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 这次击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